美国舰载标准3系统能够克制中国的洲际导弹 这是真的吗 近日有关美国环导系统对全球战略平衡构成挑战的事件成为了热点话题 美国海军的舰载标准3系统 尤其是其最新型号的标准3-2A 从技术层面而言具备了拦截中远程弹道导弹来自洲际导弹的能力 这一观点在美国1945网站军事专家克里斯奥斯本的文章中有所体现 他指出标准3-2A型反导系统在复杂的干扰和诱饵环境下 依然能够获得较高的拦截率 从技术角度来讲这是有一定依据的 标准3-2A作为标准3系列中的最新型号 在设计上进行了多项改进 包括增加了第三级发动机、全新的GPS贯导系统 以及新型的动能撞击战斗部 这些改进显著提升了导弹的拦截能力 为了适配标准3导弹性能的提升 美国海军的宙斯盾系统已在持续升级 据彭博新闻的文章介绍 宙斯盾BMD5-1系统 预计将能够使用标准系列的所有导弹 并且具备拦截洲际弹道导弹的能力 同时该文章还指出 标准3-2A和宙斯盾反导系统的升级 将会对美国与其他核大国之间的战略平衡产生影响 那么对于网上流传的标准3系统 能够克制中国洲际弹道导弹的言论 是否具有合理性呢 可以说这完全就是无疾之财 从试验数据来看 美国自身对此也并无十足把握 自2015年6月 美国开始进行标准3-2A反导导弹的测试 至2017年首次进行弹道导弹拦截试验 直至当下 总共就进行了6次实弹测试 其中仅有4次是针对靶弹进行拦截的 仅在2020年完成过一次 模拟洲际弹道导弹靶弹的拦截试验 总体拦截成功率为50% 即便算上日本摩耶级居住院参与的那次 其成功率也仅为60% 美国专家的自信 主要源自于其后续的几次实验成功 但这在大国核战略博弈的场景中 是缺乏说服力的 就如同中国作为后起之秀 进行中断反导试验 七发七重 实现了100%的拦截成功率 但我们能因此而断言 美国洲际弹道导弹已被克制吗 而其深层次的原因在于 洲际弹道导弹防御 是项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 涵盖了早期预警 跟踪 识别 拦截等多个环节 单一的武器系统难以独立完成全部任务 标准3-2A 在技术上具备拦截洲际弹道导弹的能力 这只是一个方面 在实际拦截时能否成功 还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 例如导弹的飞行轨迹 发射位置 以及目标导弹的性能等等 而且美国所使用的靶弹 根本无法真正模拟 中俄洲际弹道导弹的突防能力 美国也不可能有足够数量的防空舰 部署在中俄洲际弹道导弹的飞行路线上 更何况 中国未来还有可能发展 基于高超音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 届时 美军现有的任何反导系统 都将变得毫无意义 中上手术 美国的舰载标准3反导系统 特别是标准3-2A型号 确实在技术上具备了拦截 包括洲际弹道导弹在内的多种导弹的能力 我们必须承认 美国人在反导导弹的小心化 尤其是动能撞击拦截弹头的技术实力方面 是相当强大的 然而实际拦截的成功率和效果 还需要在复杂多变的战场环境中进一步检验 甚至说 美国目前的实验根本就无法得到有效验证 我们还应注意到 导弹防御系统的发展和部署 往往会伴随着复杂的国际政治和军事战略考量 其目的之一 便是获取战略博弈的信心 在导弹突防技术不断发展的当下 美国专家的此类言论只能欺骗他们自己人 或者说只是为了掏空美国老百姓的钱包